我们进入了这个第六侧之后呢 第一个单元我们要学的是二次函数 那要讲二次函数之前呢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之前所谓的这个函数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之前呢是用数字工厂的一个想法 然后呢我们来说明什么是函数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呢假设有一个工厂 它专门是处理数字的 它怎么处理呢 它是这样 原料丢进来之后 它会有两个部门 第一个部门呢先把这个原料先乘以二 第二个部门再把它加一 然后呢就变成成品输出 好咯 今天如果原料是一的话 那成品是多少呢 如果原料是一 它进入第一个部门之后就先把一 先把它乘以二 那一乘以二之后呢就是二 二再加一得到结果就是三 所以呢也就是原料是一 一乘品就是三 一这个原料对应到三这个乘品 好咯那继续往下看咯 那如果原料是二呢 乘品是多少呢 原料是二你看哈 二先乘以二 四四加一等于五 乘品是五 也就是二对应到五 那如果原料是三呢 三乘以二六六加一七 那如果原料是一百呢 一百乘以二两百 两百再加一两百零一 好咯再问大家一下 那如果原料是X呢 我们假设乘品是Y 那可以得到Y是等于多少呢 那你看哦 我们把原料丢进来之后呢 先乘以二 所以呢X乘以二就变成二X 然后再加一 然后变成乘品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Y等于二X加一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函数咯 那我们来看一下函数它 这个定义是什么 在数学上的定义是这样 如果我们给一个原料 就是给一个数字X 只有一个Y 只有一个乘品 只有一个数字Y跟它对应 而且呢 它叫做只有 只有的意思是要有 而且呢 只有几个呢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Y跟它对应 那这种关系呢 我们就在数学上 我们叫做 Y是X的函数 Y是X的函数 那请注意哦 这个时候呢 Y是成品 X是原料 成品跟原料呢 它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写反的话就不行 从左边的例子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Y呢 叫做2X加1 原料X 这原料X是几次方呢 你看一下 这个X呢 它是一次方 这个X 它是一次方 原料X是一次方 所以呢 这个函数 我们又特别把它叫做 一次函数 一次函数 好 这个是 我们来复习一下 那我们再讲一遍 给定一个数字X 只有一个数字Y跟它对应 什么叫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的意思是说 要有 但是怎样 只有一个 一定要有 不能没有 那你说那有两个 可不可以呢 两个跟它对应 不行 我们就说这种关系呢 叫做函数 函数 好 请看右边的笔记栏 右边笔记栏 那如果说有一个工厂很特别 它的原料呢 不管原料是多少 经过这个工厂 输出来的成品都是3 不管原料多少 成品都固定 都固定 那这个函数 我们叫做 常数函数 因为出来的结果是一个数字 一个 这个 常数 所以我们叫做 常数函数 这个常数函数呢 我们在生活中呢 其实也有一些例子 比方讲说 有一个叫 综合果汁 不管原料是多少 反正我杯子就不要换 打出来一杯叫做 综合果汁 那有些同学呢 比如说我们吃 营养午餐的时候 结果最后吃完了以后 倒菜渣 倒到这个厨余桶里面 就变成厨余 不管是什么东西 不管你中午吃的是什么 只要倒到这个厨余桶里面呢 我们就叫做厨余 这个是 这个是 常见的一些例子 当然还有呢 比如说 废弃的 这个 汽车的回收工厂 那他进去之后 都把 所有的汽车 都把他压扁 压扁呢 就叫做废铁 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例子 那当然这个例子 有很多啦 当然还有同学说 这个消化系统 是不是也算呢 不管你吃什么东西 进去 这个 出来的结果 都是一样的 这当然 这是生活中的一些例子 那这是叫做 常数函数 那再来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 有原料 但是没有成品 这个算不算函数 这个不是函数 这不是函数 好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呢 我们原料叫苹果 苹果进入 经过果汁机之后 苹果经过果汁机 出来的结果 应该要苹果汁 应该要苹果汁 结果出来 什么汁都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呢 什么都没有 那这一定是 坏掉了 对不对 那这个就不是函数 那再来 一种 一个原料进去 结果出来 两个成品 这个也不是函数 我举个例子来说 假设呢 我们把苹果 丢进去 这个果汁机里面 苹果丢进去 果汁机 照理讲呢 出来的结果 应该是苹果汁 结果出来呢 有两种 一种叫苹果汁 一种叫柳丁汁 你先想想看 有没有可能 丢一个苹果进去 出来有两种呢 不可能 这种情况呢 是这个不合理的 所以这个呢 也不是函数 出来 没有苹果汁 苹果不见了 这个也不是函数 这两种情况 不是函数 那如果出来的结果 全部都一样 都是一个三 那这个叫做 常数函数 这是一些函数 比较特殊的一个例子 那我们这里呢 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方 请不吝点赞